说到宗教,我们经常会说有三大宗教 以色列人也会说三大宗教 但是内容是不同的 我们说的三大宗教指的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 而以色列人说的三大宗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我们可以先从人数上来说 基督教有多少人呢? 广义的基督教有23亿人 这个统计口径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一般说是20亿人 有一些教派他其实自认不是基督教 或者说主流基督教也不认为他是基督教 比如说像耶和华见证人 或者是科学基督教、摩门教这些 但是有的时候呢 广义上也可以把他认为是基督教 因为他的教义是来自于圣经的 伊斯兰教广义上有18亿 印度教有10亿 佛教大约有5亿 犹太教有多少呢? 1500万人 日本的神道教人数都比这个多 日本的神道教的人数大概有5000万 西克教也有2500万 西克教是什么呢? 可能中国比较陌生 对中国来说比较陌生 西克教实际上是个比较新的宗教 他是15世纪、16世纪才产生的这样一个 他也是属于伊神教 他有一个真神 有10个Guru Guru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怎么讲? 大师或者仙师 有点像这个罗汉一样这个味道 这个宗教是庞哲普人的一个宗教 庞哲普呢 是这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一个民族 他有自己很独特的民族 你如果在外面看到有人穿长袍 留胡子 头上戴这个包头 然后呢 他鞋配一把刀 一把装饰型的一把小刀 鞋配在身上的 这个就是庞哲普人 为什么我比较熟呢? 庞哲普人在这个西方啊 在加拿大美国都比较多 实际上在国外的 你看到所谓印度人 他大部分都是庞哲普人 真正的这个印度人还比较少 这就好像中国以前在海外的中国人 大多数实际上都是广东人 所以这个粤语呢 成了中文的一个代表 有点像这样子 在国外的庞哲普人 比印度人要多 所以连这个西克教 都有两千五百万人 而犹太教只有一千五百万人 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会认为 三大宗教是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 主要的宗教和道德原则 而人类的道德都来自于 犹太教 犹太教就成了所谓 在他们心中就成了所谓第一宗教 他人类的道德呀 这个起源呢 都是来自于犹太教的 他们认为在这个亚伯拉罕和摩西之前 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祖先了 那么为什么这儿要提摩西呢? 我后面还会讲到 认为在这个之前呢 人类都生活在一种 霍普斯提到的那种 原初社会 自然状态下面 托马斯霍普斯呢 是生活在17世纪的 一个英格兰的哲学家 他非常重要是因为 他是启蒙运动最早的那一批哲学家 他也是第一个提出 就是人类的权力的来源 不来自于那个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比如说中国古代认为 这个谁当皇帝是真命天子 是天命所归 西方也是认为是君权神兽 那么从霍普斯开始 霍普斯也是一个唯物主义的 是不是开创者我不知道 他也是早期的这个 唯物论的这个提出者 霍普斯就认为不是的 认为这个政权和政府的来源 是一个人类的 是人类社会自然眼镜的一个结果 他提出人类早期的这个生存状态 是一个人人相互为战 人人人和人之间都是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一种战争状态 几乎所有人都要死于这个暴力 或者还有一种翻译叫恨死 叫做叫做这个violent death 没有任何道德可言 这个就是政治学上有个词叫霍普斯的状态 或者叫霍普斯的早期自然状态 所以犹太人也认为 这个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就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道德的 所以任何现代的道德都起源于实戒 这个实戒呢 就是摩西啊 带领犹太人出了埃及之后 在西奈山上面呢 上帝单独召见了他 然后颁布了这个十条戒律 写在石板上带下来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实戒 那么犹太人就认为 人类所有的道德 所有的法律都是起源于实戒的 当然这个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和非常自大的一种态度 实际上在原始社会 石器时代 人类部落就已经有了初步的道德守则 这个比亚伯拉罕要早几万年 当欧洲的殖民者来到今天的 澳大利亚大陆上面 他们遇到的当时遇到的土著 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道德观念 而且你也很难说 他们的道德观念 比那些抢劫他们的 所谓文明人 大引号的文明人要低 对吧 另外科学家也指出 事实上道德观念在进化过程中 甚至人类都还没有出现 就已经有了 各种社会性的动物 比如说狼啊 海豚啊 猴子啊 狮子啊 这样的群体性行动的动物 不包括老虎这样单独行动的 这些群体性的或者社会性的动物 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道德体系 这个是进化过 也很好理解 进化过程中形成 它有利于群体中的个体的合作 那么这样呢 就能够增加生存机会 这样的话都都可以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 尤尔赫拉利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狼群中的小狼 他们经常玩这个打斗游戏嘛 为将来这个狩猎打基础嘛 对吧 在这些打斗游戏中呢 他们会遵循一种公平原则 比如说如果有一只小狼 他太猛了 咬得太狠了 或者是总是欺负另一只 甚至对方投降了 还不停止攻击 太狠了 那么其他的小狼啊 就不和他玩了 那就把他孤立起来 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道德守则 在黑猩猩的族群里面呢 地位比较高的成员 会尊重地位比较低的 比较弱的成员的财产权 什么意思 比如说如果有一只比较弱的 呃瓷瓷性的啊 比较小的猩猩 找到一只香蕉 那么即使最强壮的猩猩的首领 也不会去觊觎 反过来如果他真的这么去做了 或者说真的去偷 或者去抢这个这个弱者的财产的话 那么他很可能会失去领导地位 其他黑猩猩成员就不服他了 所以在他们的社会中也不完全是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或者说维持自己的优势 他也有内部的道德守则 哪怕是最强的那个首领 也不能够轻易去违反这些道德守则 而类人员不仅不欺负弱小 有的时候还会帮助弱小 在美国威斯康辛的一家动物园里面 有一头新来的黑猩猩 新加入群体的黑猩猩 因为健康的原因呢 显得有些无助 有的时候会犯迷糊 其他的黑猩猩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呢 总会提供帮助 有时候有不友好的少年黑猩猩 欺负这位弱者的时候 最强壮的首领就会出来阻止 并且驱赶这个导弹鬼 这个和人类的行为就很像 总是那些少年人去挑战规则 或者是潜规则 道德也可以是一种潜规则 而且我们小时候 作为少年来讲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帮助弱小和建议勇为 但是其实并不是接受了家长 或者老师的教育之后才会这样去做 事实上很多时候呢 保护弱小恰恰 保护弱小的那些那些人呢 那些那些一个一个小团伙的首领啊 他恰恰是在学校里很调皮捣蛋的那种小霸王 他们在学校里主持着一种 类似黑社会的那种地下公正系统 地下公正系统 不能上好人好事榜的 但是他有一种江湖正义 在象牙海岸 这个是一个西非的国家 它的位置呢 大概就在非洲大陆西海岸 凹进去的那个凹角的那个地方 在这个国家呢 还发现有黑猩猩的部落首领 收养孤儿的现象 有一只小的黑猩猩 他母亲去世了 其他的母猩猩呢 也都有自己的孩子无力援助 这个时候部落的首领呢 就收养了这只孤儿黑猩猩 并且时常把他放在自己背上 后来证实他们之间啊 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 关于这个帮助弱小 帮助那些穷人的教导 但这些黑猩猩显然是没有读过圣经 对吧 说完了动物呢 再来说人类 人类早期 最早的文明可能就是在 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平原上 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希腊词 他的意思呢就是在两两条河之间 Mesos就是什么什么之间 这两条河呢指的是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这个位置呢就在今天的伊拉克 有一小部分在叙利亚 他基本上就是从地中海到波斯湾 这个这个范围内 最早的人呢 可能最早有文明的人呢 大概可能就是这个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呢很有意思 他是公元前大概四千五百年 生活在那个时间 他们是黑头发 苏美尔人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讲 是非常模糊的 考古有一些文物 但是没有他们自己的历史的记载 对他们的描述可能最早是来自于 陕族人的一支 陕族人就是我们前面提的 这个阿拉伯人的主 阿拉伯人的祖先 陕族人有一支叫阿卡德人 他们最早描述了苏美尔人 苏美尔这个名字就是阿卡德人给他们起的 但是苏美尔人到底自己叫自己什么 他们的文明怎么样 他们的历史怎么样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模糊的 因为时代是年代太久远了 是四千五公元前四千五百年 至今的话已经六千六千五百年了 那么他们是被描述成是黑头发 他们显然就不是后来的陕族人 或者是贝都英人 或者是后来的这个 在这个地区比较活跃的 就是这个印欧人 甚至有人很大胆的认为 他们可能是中国的商朝人的祖先 商朝是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吧 一千七百年我记不清了 那么这个中间差了将近三千年 但有没有可能苏美尔人就是商朝人的祖先呢 这个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推测呢 就是在成都附近有一个广汉三星堆的这样一个考古 这个考古里发现的这些文物和中原文明书完全不一样 风格上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人猜测 他们会不会是来自于中亚的两核文明呢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 非常开脑洞的想法 支持人并不多 因为证据还不是很充分 苏美尔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们发明了文字 他们可能是现阶段被发现的 拥有文字的最早的一个文明 他们的象形文字也就是后来在两核流域 比较成型比较流行的这个楔形文字的这个前身 苏美尔人的这个民族呢 后来就是被闪足的这个阿卡德人给灭掉了 除了这个苏美尔人 还有古埃及人 还有巴比伦人 巴比伦的文明呢 当时就非常 巴比伦的这个 实际上就是阿卡德的这个后裔了 他们也是闪足 他们都 他们在时间上都早于犹太人的这个西伯来文明 甚至是早一千年以上 在犹太的先知开始告诫 犹太的精英啊 不要欺负弱小 设立这些道德原则之前 一千年啊 哈姆拉比也就是这个巴比伦最有名的国王 哈姆拉比呃 很多人以为哈姆拉比是巴比伦的开创者 不是 哈姆拉比只是巴比伦的第五还是第六个皇帝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关系 但是他最有名的就是颁布了这个哈姆拉比法典 这个是人类第一次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呃 成文的法律 在哈姆拉比法典里面就已经呃 声明了不能够欺负或者剥削弱小 而甚至他们都已经有了呃 像星期天这样的这个定期的休息日呃 犹太人叫这个安息日 在古埃及呃有一首非常有名的长诗 叫熊变的农夫呃 这个是公元前一千八百五十年的作品 是发生在第九或者第十王朝事件的这个一个作品 被完整的保留至今 所以我们我们才知道 这个时间也是几百年的早于摩西 呃 呃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雄变的农夫就指责那些呃腐败的官员啊那些贪婪的地主啊呃 抢夺或者偷盗农民的这个呃财产 呃他非常雄变的说那些微薄的财产 呃对于这些穷人来讲就像他们的每一口呼吸呃 呃掠夺或者侵占这些财产的话就好像是堵住了他们的或者捏住了他们的鼻子啊 呃这些都非常呃非常好的非常有水平的这些描述啊 呃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呃 呃这个点点亮了人类历史的火光啊 这个以后后面还会有很多描述 好谢谢大家收听